1930年,袁隆平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 这个说明啊,他家也不是一般家庭 你看,那是1930年,他就是在医院出生的 我弟弟是1979年生人 1979年,我弟弟还是生在我家炕上 1950年代,袁隆平上大学的时候 中国的学校里教授两种不同的遗传理论 一种是孟德尔和摩根提出的 基于基因遗传的理论 孟德尔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过 通过种豌豆,发现了生物遗传里的重要规律 摩根就更了不起了,拿过诺贝尔奖 现在我们知道啊,孟德尔和摩根的理论是对的 但是1950年代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在中国教授的第二种理论来自前苏联 前苏联的科学家提出一种理论 他们认为啊,这个生物体在生长过程中啊 受环境影响,生物体会发生变化 并且啊,这种变化会遗传给后代 那长颈鹿解释一下孟德尔理论和苏联专家理论的区别 长颈鹿为什么脖子这么长? 用孟德尔理论解释就是啊 长颈鹿啊,有长脖子的基因 一开始啊,有脖子长的动物 也有脖子短的动物 他们脖子长短不一样 是因为他们的基因不一样 基因决定了他们脖子的长短 后来,短脖子动物因为脖子短 够不到树叶就饿死了 最后灭绝 长颈鹿啊,因为脖子长 能吃到树叶,适应环境 就存活下来 苏联专家的解释就不一样了 他们认为啊,长颈鹿啊 一开始脖子没这么长 他们啊,为了能吃到树叶 就使劲撑脖子 天天这样撑 慢慢的把脖子就撑长了 并且啊,他们还把自己的长脖子 遗传给下一代 下一代再接着撑 经过很多代的不断努力啊 最后长颈鹿的脖子啊 就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现在我们觉得啊 苏联专家这个理论荒唐可笑 可是当年啊 大家都是郑重其事 认真学习 当年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 中国认为 大哥说的什么都是对的 大哥是不容置疑的 大哥说什么 我们听什么就行了 孟德尔那套理论啊 才是歪理邪说 孟德尔理论和苏联理论啊 就相互矛盾 袁隆平啊 当时对两种说法都抱着怀疑态度 他需要自己研究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袁隆平啊 开始啊 是在番薯上做实验 他通过夹接啊 培育出了很大的番薯 根据苏联专家的理论 大番薯下一代还是大番薯 但是第二代番薯 又回到夹接之前的大小了 没有继承下来 夹接番薯产量高的优点 这么折腾了好几年 袁隆平啊 终于意识到 苏联老大哥说的 可能不对 在这个杂交水稻之前啊 外国的科学家 培育出了杂交玉米 和杂交高粱都取得了成功 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都是一花寿粉的植物 它们天然啊 就是要杂交 只要把优良品种种到一起 最后得到品质好的后代就行 但是水稻是自花寿粉植物 等于是自我繁殖 水稻苗之间不打交道 想让水稻杂交难度很大 并且啊 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科学家 在著作中说啊 像小麦大米 这种自花寿粉的植物 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择 现在留下的品种啊 都是精中取精 好中选好留下来的 搞杂交水稻 首先因为它们是自花寿粉 不好搞 其次啊 即使搞出来了 也没什么用处 因为它们目前的品种啊 已经好到顶点了 不可能搞出更好的杂交品种 就像姚明和叶丽 已经高的不行了 他们的孩子啊 不会比他们高多少 但是袁隆平啊 就不信这个鞋 水稻是自花寿粉植物 人工不甘愿啊 水稻和水稻之间 自己是不会杂交的 但是水稻苗这么多 不可能人工啊 一个一个的让他们杂交 工作量太大了 所以搞杂交水稻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让水稻自己能杂交 相互受粉 1964年 袁隆平啊 就提出一个理论 他说是啊 在自然界中啊 可能因为自然变异 长有雄性不育的水稻 用这种水稻 就能大量培育出杂交水稻 后来两年内 真就找出了这种雄性不育水稻 听起来都有点玄乎 但这个确实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 后来杂交水稻被大量培育出来了 但是让人不爽的是啊 就像前面那个美国科学家说的那样 杂交水稻没什么优势 产量也不比一般水稻高 这个时候啊 袁隆平提出啊 寻找野生水稻杂交 结果我们也都知道 成功了 在1979年 美国引进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 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知识产权出口 并且啊 是出口到美国 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知识产出口